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的各位男生朋友们 你是不是也不希望十年之后女朋友还是貌美如花 而你却老成了大叔 视频是虚构的 但是呢 不涂防晒霜的危害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人是美国的一位宋奶工 因为工作的原因要经常开车 开车的时候 他的左边脸就会暴露在阳光下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左脸明显会比右脸苍老很多 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 不做好防晒 不仅会让你晒黑 还会让你晒老晒伤 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皮肤癌 紫外线根据波长可以分为短波紫外线UAC 中波紫外线UAB 以及长波紫外线UAA三种 UAC的穿透能力很弱 会被长层全部吸收 不能到达地球表面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UAB穿透能力中等 能够到达我们皮肤的表皮层 激发皮肤角质细胞 细胞释放阻胺 五腔色胺等戒指使血管舒张导致皮肤红肿 UAA传统能力强 能够到达皮肤的真皮层 破坏胶原蛋白纤维 弹性纤维 使皮肤松弛下垂 提前衰老 更重要的是 UAA还会导致皮肤细胞的DNA变性 使细胞病变 从而引发肌底细胞癌 磷状细胞癌 恶性黑素瘤等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紫外线的报道中显示 全世界每年多达6万人死于紫外线辐射 在这6万人中 约有48000人死于恶性黑素瘤 12000人死于皮肤癌 因此2012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 将太阳辐射列为了一类致癌物 一类致癌物代表着已经有明确证据表明会对人类致癌 屏幕前的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顾虑呢 为了给各位小伙伴们找到一款不油腻 防晒效果好性价比高的防晒霜 我们展开了本次的测评 我们按照不同价格分别从100元以下 100到300 300到500 500以上四个区间筛选了各大电商平台热度最高的产品 最终选定了这15款 这15款防晒霜根据防晒机类型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纯化学防晒霜 这类防晒霜最大的优点是肤感清爽 像以完美肤感著称的疑丝丁 国产护肤巧楚威诺纳都属于这一类 另一类是物理化学防晒剂结合的防晒霜 这类防晒霜融合了物理防晒的温和性 以及化学防晒的良好肤感 代表性的产品包括防晒界一级安耐晒 小清新防晒苏菲娜 以及价值890轮的贵富级防晒POLA 这样一刻就要20块钱 我们调研了身边50位男生女生对于防晒霜的关注点 关注度较高的就是它的防晒效果 使用体验以及刺激性 本次评测也会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本次评测中最贵的和最便宜的产品 价格足足相差了几十倍 防晒效果到底有没有差别呢 为了更好的检测防晒霜的防紫外线能力 我们找到了具备中国CNAS CMA 美国国家实验室资源认可程序认可的 杭州远方检测校准技术有限公司 实验室按照国家权威标准要求 取一块4×4厘米的正方形PMMA版 将防晒霜按照每平方厘米2毫克的规格 均匀涂抹在PMMA版上 涂抹后用320-400纳米波长的UVA UAB紫外线进行照射 并使用专业UVA的辐射剂 记录涂有防晒霜的PMMA版下的紫外线强度 并计算紫外线防护率 让我们看一看检测结果吧 大多数防晒霜的防护效果表现不错 对于会把我们晒伤晒红的UAB 十款防晒霜防护效率都能达到百分之百 但对于会把我们晒黑晒老的元凶UVA 只有13款防护效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尼维亚和POLA表现一般 尼维亚对UVA的防护效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九 而价值八百九十块的贵妇防晒霜POLA 防护效率也只有百分之八十四 对于防晒霜来说 持久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于是我们又检测了防晒霜 在涂抹四小时后的紫外线防护效果 结果除了尼维亚对UVA的防护效率下降了百分之四 剩下的十四款变化幅度都在百分之二以内 夏天天气炎热呢大家都会出汗 到海边玩水游泳的时候 防晒霜可能就会被水冲掉了 这个时候防晒霜的防水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小实验 分别使用喷水壶 溅水和水浸三分钟 模拟微微出汗和游泳时候的情况 等水渍干透之后 分别测试不同产品的紫外线防护效果 所有产品都经过了测试之后 我们分析了结果 这几款浴水之后防晒效果基本没有影响 除了能有效防晒 一款好的防晒霜应该是清爽不粘腻 涂上不假白 好推开易涂抹的 为了判断防晒霜的粘腻程度 我们从同事中找来了一个白嫩的后背 将等量防晒霜涂在后背不同的位置 等待五分钟 防晒霜沉没之后 再将每一块位置上撒上10粒黑芝麻 让运动员 哦不是同事 跳绳20个之后 我们看一看黑芝麻的洒落情况 就可以判断出防晒霜的粘腻程度了 为了更贴近真实使用场景 我们组织了办公室小伙伴进行了实际体验 最终结合黑芝麻实验和实测的结果 得出了敷感更清爽的是 OLE 威诺娜 HIM 滋生糖 安耐晒 基岩 男生们以及油皮的女生们 可以优先选择我说的这几款 肤感偏油腻的是 蓝蔻 苏菲娜 加纳宝 和理肤全 通过实测我们发现 在等待沉默之后 苏菲娜 购买比较严重 威诺娜 理肤全 蓝蔻 滋生糖 安耐晒 会轻微地提亮肤色 对于皮肤容易泛红 过敏脱皮的敏感肌来说 防晒霜一定要成分温和不刺激 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像刺激性较大的防腐剂 例如枪本柄脂 以及酒精都要尽量避开 我们逐一分析了15款防晒霜的成分 发现POLA 密斯廷 基岩 这三款含有风险性防腐剂 枪本柄脂 枪本柄脂 属于常链尼泊精脂类防腐剂 抗菌性很强 但目前它的安全性尚且存在争议 而尼泊精脂类防腐剂 分子链越长 风险越大 枪本柄脂就属于风险较大的 常链尼泊精脂 防晒起见 敏感肌肤还是尽量不要使用 含有这个成分的防晒霜 市面上的大多数防晒霜都添加了酒精 防晒霜中加入酒精 是为了让防晒霜更快的成膜 让肤感更加清爽 如果你的皮肤状态比较健康 没有泛红或者是敏感的问题 那么就没有必要对酒精过于纠结 但对于原本就很敏感的皮肤来说 还是要选用一些成分比较温和的产品 这十五款防晒中 伊斯丁 Ole 威诺娜 亥 不含有酒精 相对温和一点 涂了防晒霜以后 如果清洁不到位 防晒霜会残留在脸上 堵塞毛孔 引发痘痘 毛孔粗大 等一系列的皮肤问题 所以涂了防晒霜 到底需不需要卸妆呢 很多人都会存在这个疑问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也找来了一台紫外线相机 我们看到涂了防晒霜的部位 在紫外线相机下 会显示黑色或者深灰色 清洁干净 则变成了无色 还是刚才那个后背 用黑色胶带 把后背分割成 十五个大小一致的矩形 把不同的防晒霜 依次涂在后背对应的位置 首先用洗面奶清洁涂在后背的防晒霜 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防晒霜 在用洗面奶清洁之后 依旧还会有残留 接着我们用卸妆产品 清洁涂在后背的防晒霜 使用紫外线相机拍摄 此时防晒霜才算真的清洁干净了 在紫外线相机下 我们发现用洗面奶 可以洗干净的是这几款 而这几款呢 要用卸妆油才能清洁干净 通过实测我们发现 防晒霜真的不是越贵就一定越好 价格890块钱的POLA 在评测中的表现反而很差 那么到底哪一款防晒霜才值得买呢 去海边游玩 可以选自生堂蓝胖子 防水表现非常优秀 倍数也能达到海边防晒的需求 涂上膜感强 不会太粘腻 不过用完 要记得用卸妆产品认真清洁 日常通勤的时候 不需要盲目追求高倍数的防晒霜 防晒指数越高 说明防晒剂用的越多 反倒会对皮肤产生负担 重要的是 肤感要清爽 不能粘腻 最好用洗面奶就可以洗干净了 用起来方便省事 15款防晒霜经过层层筛选 各项都不错的是这五款 皮丝丁乳液质地 非常轻薄 好涂抹 肤感清爽不油腻 小小的一瓶也很适合 我们出门的时候带着补涂 威诺娜 乳霜质地很好涂抹 涂上会轻微提亮肤色 但不会假白 非常的清爽 汉 来自泰国的品牌 同样是乳霜质地好涂抹 橙红温和不含酒精 敏感肌也可以用 偶类乳霜质地很好涂抹 涂上沉默块不油腻 额白呢 还添加了美白抗氧化成分 烟纤胺 防晒同时还能美白 碧柔 明露质地的防晒 涂上冰冰凉凉的 沉默块 肤感非常清爽 但是含有酒精 敏感肌肤的要慎选了 另外这款也很推荐 大家用来涂胳膊脖子 便宜量大 用起来不心疼 说完推荐款 我们再来聊一聊采雷款 POLAR 价值890块钱一瓶 但是说实话 防晒效果实在一般 负感也不太好 涂上很油腻 尼维雅 价格确实不贵 但是防晒能力 确实也不怎么样 对UVA的防护效率 只有69% 苏菲娜 泛白实在很严重 成膜也很慢 涂上它 假面超人 当然 如果贫色的15款防晒妆中 没有你关注的 记住伊凡的选购指南 自己也能选出好的防晒霜 首先 在防晒指数的选择上 如果是日常通勤使用 不需要追求高倍数 像SPF15-30 PA++以上就够了 长时间的户外曝晒 海边游玩 可以选择SPF30以上 PA++以上的防晒产品 在成分的选择上 尽量BKI有风险 可能会导致皮炎的防护剂 例如防晒妆中 常见的防腐剂 枪本钉纸 枪本钉纸 甲基液赛作灵桶 甲基液赛作灵桶 敏感肌还要注意酒精 也就是成分中常见的乙醇 当然了 就像韩汉说的 我们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就像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防晒霜的重要性 你还是不肯涂防晒 没关系 除了涂防晒霜 你还可以这样 玩笑归玩笑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接受防晒霜 也可以考虑遮阳伞 遮阳帽 太阳镜 这样的物理防晒措施 一样可以很好的保护你不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对于我们女生来说 防晒仿佛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放在男生身上 似乎总是会跟不够男人挂上钩 为了避免被另眼相看 想要防晒的男生们甚至想出了拼伞裙 直男伞这样的方法 可是我们要知道 紫外线带给我们皮肤的伤害 却是不分性别的 或许你不在乎皮肤变得有黑 也不在乎会更快的衰老 但紫外线不会因为你是男生 而减少你患皮肤癌的风险 所以无论屏幕前的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有足够的理由去做好防晒 本次评测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一帆为大家争取福利的时间 我会抽取三位幸运观众 每个人送出一瓶推荐的防晒霜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你到微信中搜索皇家评测 在我们的公众号中回复防晒霜 就能参与抽奖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先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给我们转评赞支持一波 你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啦 好 结束了 辛苦一番 好 谢谢刘老师 好 咱们下一个场景 下一个场景 赶紧换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